大家好我是谷言慕缠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这两天我上网的时候刷到了一条让我很不舒服的资讯 准确来说是一条短视频 这条短视频的主讲人是一位据称是出身于北大历史系的女博士 而她的视频标题则是这样的 秦灭六国野蛮征服文明颠覆了道德底线 只要平时也有空 我也喜欢读读古今中外各种杂七杂八的历史书 虽然我的水平和人家那些名牌大学的博士教授相比 简直就和闹着玩似的 但是一些基本的史实和道理我还是清楚的 就拿批琴这个事情来说 类似的文章在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上 那实在是太多了 多如牛毛数不胜数 在古代尤其是在古代的文人阶级中间 暴秦人人得而诸之 那简直就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骂秦批秦那才是正常的 替秦说话的反而是少数中的少数 就算偶尔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此类护秦夸秦的文章也鲜少有能成为传世经典的 即便是像那首很多中国人都二熟能详的古风秦王扫六河 即便李白开篇就是秦王扫六河虎世和雄灾 灰箭绝浮云诸侯近西来 可他的下半部分也一样是急转直下 到了最后四句就成了徐福再秦女楼船几十回 弹箭三泉下金官葬寒辉 灰箭扫六河又如何 你嬴政最后不还是放不下那点最痊愈的执念 让徐福载着三千同男同女去蓬来访寻仙药 结果最后仙药也没找着 你到头来不也一样成了离山脚下的一捧灰尘吗 秦王扫六河尚且如此 其他那些更有名的以情破题的文章就更不例外了 就拿最著名的那三篇来说 假疑在过情论里是怎么说的 一副作难而奇妙灰 生死人首为天下孝者何也 仁义不失而攻守之是义也 什么意思 就因为陈胜一个人的起义 整个秦朝就随之灭亡了 秦王子一也死在了项羽的手里 最后为天下人所耻孝 这是为什么呢 还不是因为秦朝不施行人政 致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吗 顿目在阿旁宫赋里是怎么说的 秦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 亦使后人而父哀后人也 什么意思 秦朝亡了 秦人来不及哀悼他们自己 所以是由后人来替他们哀悼的 如果后来人哀悼王秦 却不把秦王的教训加以汲取 那么到头来 只会是更后来的人 又来哀悼后来人罢了 苏巡在六国论里是怎么说的呢 福六国与秦皆诸侯其事弱于秦 而有有可以不慧而慎之之事 苟以天下之大 下而从六国破网之故事 是又在六国下矣 什么意思 秦也好 六国也罢 说穿了都不过是诸侯国而已 他们的国力或许比秦的弱 但却仍有可以不贿赂秦国而战胜他的优势 因见在前 要是那么大个国家 却追随六国灭亡的先例 那就真是连六国都不如了 但凡是学过中学语文的同志和朋友 应该都知道 借古奉金是我们的古人在写议论文 尤其是政论类议论文时 特别偏爱使用的一种写作手法 我们中国人特别注重历史 喜欢借昨日光来探照明日录 尤其在以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负面案例 借此来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 过情论 阿旁功夫和六国论都是非常典型的 以借古奉金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政论类文章 如果只看文章本身 痛篇下来 我们能看到的好像都是在说秦国和六国 怎么怎么不堪 但是借古并不是文章的主要目的 奉金才是 这一点需要结合他们的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理解 脱离了时代背景谈文章 那就是耍流氓 同时也是放弃了主要矛盾看问题 贾怡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和文学家 在汉文帝时期曾任博士 签太中大夫 贾怡曾一度很受汉文帝的赏识 经过情末的一番折腾 草创之初的汉朝民生萧条 国家急需改革 推行相对宽松的政治制度以尽快恢复凋蔽的百业 贾怡的过情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写出来的 说秦如和残暴不得人心 只不过是个影子 最重要的是推导出最后那句 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士一眼 这才是文章的主旨 也是为了配合汉文帝推行政治改革所做的宣传铺垫 顿木是唐朝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 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唐朝的政治运转和社会治理都比较混乱的时代 因为声色全马而送命的唐木宗李恒走了 结果又来了个更加荒淫无度的唐靖宗李战 关于李战这个人 自治通鉴上是这么评价的 好志公使 欲饮别电 制度甚广 翻译成白话 就是喜欢大兴土木搞高楼滑电 贪图享受 杜木虽是一介文人 却也常怀忧国之心 君主和朝廷都混乱成这样了 这哪还能忍呢 因此他就借银正修筑阿旁公一事 写了篇阿旁公父 这篇文章主要是用来劝诫李战朝廷 少贪图享乐 都把功夫用在政务上的 他的文言同样是在最后一句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 亦是后人而父爱后人也 赶紧清醒过来吧 不然就该轮到后人来哀到我们大唐了 苏巡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氏和苏哲的老爸 也就是著名的三苏当中自个最老的那位 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所生活的时代 形势比贾怡和杜木那伙更加复杂 宋朝本就偏安易云 周围其他割据政权 无不对其虎视眈眈 周文清武是人尽皆知的宋朝毛病 一在外交国防上碰到点什么阻力了 朝廷就老想通过各地赔款这种绥靖政策来稀释宁人 结果就是以帝是秦 有暴心就火 心不尽火不灭 这样的情形让苏巡很是不安 所以他才写了那篇《六国论》 虽然通篇是以秦作为切入角度 但是《六国论》的侧重点在于六国 更准确的说是六国对秦的绥靖政策 苏巡认为 但凡当初山东六国能在秦的面前支冷一点 而不是秦人一要拉弓拔剑了 就吓得纷纷割地求饶 最后的结局未必就会像后来那样 《六国》还是有迎面的 如今大宋的综合国力 可比当年的《六国》强太多了 我们有什么理由学《六国》的做派呢 在契态面前还是要硬气一点 不然我们大宋可真就连《六国》都比不上了 因为文章的底层思路逻辑是相通的 所以纵观这三篇文章 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共通点 秦也好 《六国》也罢 亦或是阿旁宫 虽然作者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篇幅来刻画他们 但这些都不是文章的核心和主旨 以他们作为反面教材 来指代当今的内政外交 来告诫当今执政者不要一错再错 这才是关键所在 人类对于惨痛教训的记忆 往往要比成功喜悦来得更加深刻 所以《借古讽经》直到现在仍然是魅力不检的写作手法 而不是什么歌谷诵经 《雪中送炭》永远比《锦上天花》来得更深入人心 你要都挑好的说 那恐怕就没什么人看了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画这么长的篇幅去讲解 《借古讽经》这种文章写法的含义呢 为此还强迫大家复习了一遍很多人读书时 都被老师逼得全文背诵的三篇古文 是因为我已经忘了今天要讨论的话题重点了 跑题了吗 不 不是的 是因为我想向大家强调一个极端重要的前提条件 看文章 尤其是那种带有政治指向性的文章 我们一定要结合文章作者的身份和背景来看 否则的话 如果只看文章本身 那我们就很有可能会忽略或误解作者所要传达的真实意图 最后哪怕全文都背诵下来了 也一样不过是留于表面而已 只记住了阿旁公如何复礼堂皇 秦始皇如何生死国破 山东六国如何绥靖苟起 文章如此 视频也一样 搞清楚了这个前提条件 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条引发了无数争议的短视频 秦灭六国野蛮征服文明 颠覆了道德底线的时候 很多问题我们就都可以想得通了 这条视频是发布在一家名叫支押通时的MCN机构的账号上面 点进去他们的主页一看 我们不难发现应邀出镜的主讲人 个个来头不小 不是专家就是教授 再不然就是律师和媒体人 他们所出的视频内容标题风格也往往是这样的 为什么科技创新都发生在美国 为什么很多人一听到西方就来情绪 多元的声音让社会走向温和 清朝当年其实没把鸦片战争当什么大的震动 顺着支押通时的MCN机构网上摸 有网友找到了他的注册主体 是一家名叫北京小鸭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 注册资本540万成立于2017年10月 目前深复66项风险 已于今年3月14日被限制高消费 而在北京小鸭科技有限公司的三个股东当中 有一个名为原芝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这也是一家深复几十条关联风险的公司 顺着他继续摸 网友们找到了原芝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疑似实控人 郭玉闪 这个郭玉闪可不得了 北大出身还是个硕士 早在2014年10月 他就因为涉嫌寻衅滋事 而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过 同年11月 郭玉闪被北京警方执行监视居住 次年1月3日 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 郭玉闪以涉嫌非法经营罪 而被依法逮捕 关于郭玉闪所犯下的罪行 北京市公安局对他的起诉意见书上说得清清楚楚 我在这里节选几段 让大家看看 经依法侦查查明 自2007年3月 犯罪嫌疑人郭玉闪等人成立 北京船只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位于北大南门资源楼307室 郭玉闪等人利用德国博尔 诺曼美国 CIP1 加拿大PI等境内外基金会 NGO组织以及美国使馆提供的资金 针对中国税制改革 教育平权 法制改革 社会民主等多个社会领域进行调研 撰写相关领域调研报告及文章 在大学等社会场所开办演讲会 编制演讲稿文集 郭玉闪等人负责将调研报告 文集非法印制成书籍并进行发放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在了解了这些来龙去脉之后 大家不妨联想一下一个曾经接受过西方赞助 网图在国内开展颠覆活动的判国者 一个罪犯 由这样的人所创建的一家劣迹斑斑的高风险公司 由这样一家公司所成立的 汇集了国内各行各业著名的自由派人士的MCN机构 由这样一个机构所制作的题为 勤灭六国野蛮征服文明 颠覆了道德底线的视频内容 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内容背后的创作团队的立场 会是怎么样的吗 他们真的只是单纯的在批判勤国的野蛮 批判勤扫六国的残暴吗 不当然不是 他们只不过是借批判当年的秦国 来讽刺我们今天这个中国罢了 秦是中国 那谁是六国呢 当今世界有哪些人 地区和国家是恨不得置我们于死地的呢 我们大陆内部的恨国党和推墙派 台湾省的割据伪政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黑豹势力 日韩反动政权 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广大西方国家 谁恨不得置我们于死地的 谁就是他们标题中所谓的六国 在他们看来 当今这个国际舞台上日渐自信且强硬的中国 简直就是野蛮的化身 中国欲以一己之力抵抗整个西方阵营 这就是一种野蛮网图征服文明的行为 这颠覆了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基础的道德底线 这是大逆不道 既然是大逆不道 那就应该批倒批臭 批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把中国那些有头有脸的文人都喊出来一块皮 因为他们在中国舆论场上的能量大 他们发出来的声音有权威 中国的精英和平民百姓愿意听也肯相信 只要这种舆论氛围能在中国的社会上形成气候 那么这股气候就可能改变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战略 迫使中国政府放弃抵抗西方的想法 听凭西方的摆布 老老实实的滚回去 重新当一个要造十亿件衬衫 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 要靠自己的血汗来向西方讨饭吃的被殖民国家 淹掉任何反抗的念头 永远不得翻身 我这道阅读理解题 给质押通识共稿出镜的各位专家教授 还有质押通识背后的真正金主 你们看能达几分呢 广大中国网民之所以对质押那条视频感到气愤 不是因为大家伙都是精神秦国人 也不是因为大家伙觉得秦在扫溜和一统天下的过程中 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 我们只是单纯看不惯 有些别有用心之人跟着境外的反华势力为虎作伤 通过借古讽经这种文学创作手法来解构我们如今的宏大叙事罢了 秦纵有千般不好 扫溜和也是大势所趋 就算这件事情秦当初办不成 我相信山东六国最后总有一个还是会冒出来一统天下的 方法可以商榷 但是统一这件事情是绝对正确的 是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解构余地的 作为至今仍在享受着秦一统天下之福责的后人 对此我只想说一句 谁想要效法秦的古典军国主义和战争体制 谁就是没脑子 谁想要否定秦扫溜和一统天下的历史功绩和法统 谁就是没良心 老百姓从来就没想过要二级馆 谁要是把我们的大众舆论和宏大叙事往二级馆的路子 引迷的商量 必须砸烂他们的狗头 在今天这期的最后 我想起来了一个笑话 最近我不是去看长安三万里了吗 这个笑话就是在那时候听来的 他大概是这么说的 你说这古代的文人和我们今天的有啥区别啊 古代的文人是苦于报国无门 现在的文人是苦于卖国无门 虽说伯军一笑的笑话 但也是引人发醒的实话 回想过情论 阿旁功夫和六国论这三篇文章 骂起秦来一篇比一篇狠 可我们今天有谁会像数落 给支押出镜背书的那帮所谓的专家学者那样 对甲仪杜木和苏巡冷嘲热讽的 没有吧 非但没有我们还把他们的批琴骂琴的文章 给奉为了名家经典 甚至还收录到了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科书上 为什么呢 单纯就是因为这些文章的词早华丽 旁征博引 气势恢弘吗 不不是的 我们之所以传送他们将他们奉为经典 论的不仅仅是文章的记 同时更是作者的心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在创作一篇文章 你的文章想说的究竟是什么 你把它创作出来之后是想给谁看的 文如其人 这些东西都是藏不住的 老百姓心如明镜 你批琴若真是为了今天的江山设计好 为了黎明百姓好 大家伙看得出来 甲仪动目和苏巡的戒谷奉金 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 重点不在戒谷而在奉金 与其说他们是奉金 倒不如说他们是幽金 他们之所以幽金 是因为他们爱金 也正是因为爱金 所以他们才想要邦金 而这恰恰是郭玉闪之流 还有为他站台背书的那些 所谓文人雅士所不具备的东西 与其说他们是奉金 倒不如说他们是叛金 他们之所以叛金 是因为他们恨金 也正是因为恨金 所以他们才想要灭金 所以与其说 枝丫这帮人所出的内容 是在借谷奉金 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借谷叛金 对历史的背叛 并不只有忘记这一种扭曲 同样也是背叛 而且还是危害更为严重的背叛 大方向是不可以错的 因为他要是错了 往前走的越远 就偏的越厉害 秦在咸阳 咸阳即长安 长安即汉唐 汉唐即华夏 即中国 保卫秦一统天下之 历史功绩的叙事纯洁性 就是在保卫咸阳 也是保卫长安 保卫汉唐 保卫华夏 保卫中国 我们的诗应该为了长安的长治久安而写 为了长安的和亲海燕而写 为了长安的繁荣昌盛而写 长安可以有借谷奉金的文章 但绝不允许有借谷叛金的文章 谁要是写出了这样的文章 并且还妄图将它广而告知的话 我们人民群众就要站起来 砸烂他们的狗头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